我们这个课是汉语文学创作 那么这十天以来 最近以来发生的一些大事情 和我们这个文学课堂有关 和文学有关的几件大事情 我自己用心感觉到的 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大事情呢 就是你们知道 现在也不知道哪发了一个条文政策 就以后在媒体上 电视啊报纸上 一律都不能用英文字母 都要用汉语 不要用缩写 都要用这个汉语 这是这么多年来 我听到的最好的一个政策 我听得 对 我听得心花怒放 就是就像一个西南地区的农民 盼望雨水这样 我盼望这个政策已经判了十年了 一点都不开玩笑 我原来在社科院 差不多十年前吧 社科院开过一个会 开过一个文学讨论会 我当时我就发言 我说现在这个汉语啊 危机四伏 严重了 我们的语言被英语侵蚀了 当时 那个会场上 有一些学者 都笑话我 说你是唐吉克德 你是唐吉克德 一个人单枪匹马 好像要改天换地 很可笑 意思就是说 怎么可能 这个现在是大势所趋 英文就是要进来了 我说不行 汉语不能这样子 一定要保持自己语言的纯洁性 那么 现在看起来 还是有同志 有知音 我们把这个问题啊 上纲上线地说一回 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先说一个 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就是在法国啊 如果大家在相识利瑟 你们去街上跟人家说英语 你就会看到 这个法国人对你是多么的冷漠 不友好 起初我们就觉得 法国人是不是有毛病 他们怎么接吃英语啊 你到欧洲别的国家 没有这样子 后来你对这个民族 对这个语言 对欧洲的文化深入了解了之后 你会发现 他们这样做是非常有道理 因为现在法语危机四伏 英语快要把他们吞噬掉 无论是文字上 还是口语上 你想 法语和英语离得这么近 人数悬殊这么大 说英语的差不多有七亿人 说法语的 大概也就几千万人吧 不知道 反正这个比例差别很大 而且四面楚歌 法国年轻人也不好好学法语 所以这样的话 一个民族 他的兴衰 一个最鲜明的一个标志 就是他的语言 如果他的语言消亡了 这个民族就等于消亡了 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数众多的民族 因为没有语言 或者因为好好的语言 被时光磨灭了 吞噬了 被别的民族的语言吞噬了 这个民族在文化上就消亡了 非常严峻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汉语当中呢 有那么多的英语 法语 日语 就很多 比如说什么卡拉OK什么的 就深入到汉语当中来 我们起初就觉得 大家都这么用 自然而然 你干嘛这么较劲呢 错了 我们如果回想一下 这一百年来的历史 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怎么样呢 举例子来讲 我原来不是说 我有一个老朋友 叫杨献毅先生吗 他不久前去世了 我那个时候 经常跟他探讨一些 翻译啊 语言的问题 他就跟我讲 当时在民国时期 尤其是在上海 不是有很多 这个所谓的 杨精邦的语言和人吗 他们说话 比如说 首帐文明棍 叫斯蒂克 是吧 叫斯蒂克 然后呢 更有甚者啊 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 有人称电话 叫德律峰 叫德律峰 那么我们回想一下 电话叫德律峰 那么电报 电信 是吧 所有的电子邮件 所有这些 如果我们当时 先被没有有时之事 有一个人翻成了德律峰 别的人都说挺好的 结果会是怎么样 电视 会翻成什么 泰尔卫星 泰勒卫星 那么电报 德律格拉姆 怎么翻 可是我们的先辈 有时之事 一个英文词都不让进来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才接触到阳文 我们的先辈早就接触到 各个国家的文字了 唐僧从印度回来 他翻译佛经 没有把哪个佛经 塞到汉语里面来 他用最好的汉语 翻译了佛经 就好像我手上拿的这本书 基督徒们用最好的汉语 翻译了圣经 这里面没有一个英文字母 没有一个希伯来文 没有一个希腊文 但是呢 是好的汉语 传神 传达了精神 比如说我们过去 也有一些词 进入到汉语当中来 英特纳雄奈尔 是吧 英特纳雄奈尔 就一定要实现 包括你这个人 酸葡萄心理 酸葡萄心理 实际上也是一个 拉星的童话 狐狸吃不到葡萄 怎么样 但是所有这些 他是 就好像把一种好的血液 B型血 输入到B型血当中 他经过了转换 输入到我们血液里面来 而不是只给硬塞 那也就是说 先被五千年了 给到我们手里的汉语 是纯净的 没有杂质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一代人 短短的十年间 我们恨不得加了一千个 这个英文单词进去 其实最荒唐的是 马英九 大陆跟台湾之间谈判 要用个ECFA ECFA谈判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是台湾人不会讲汉语吗 还是大陆人不会讲汉语吗 还是我们台湾跟大陆之间交流 有问题吗 要用个ECFA谈判协议 我到现在不知道 ECFA是个什么东西 就两岸的一个协议 大家知道吗 这个是很危险的 征兆 而且是极端错误的 我们轻易地把一个英文单词 放到了汉语里 是非常危险的 就好像你把一个塑料瓶子 丢到江水里面一样 那个降解起来麻烦了 你不要看这个塑料瓶小 它且化不了呢 你看这个email 到猴年马月 我们才能不说这个email 才能说电子邮件 且着呢 就是因为第一个人不小心 把他扔到汉语里面 电子邮件很好嘛 因为没有嘛 人家还有人 我在那个养子晚报 看到这个消息的 我很兴奋 紧接着旁边就有一个 年轻人 写了一篇文章 讽刺这个 这次改革 意思就是说 这个NBA 什么CBA 所有这些 假如都不能用 这个缩写了 那怎么说呢 他就把所有这些缩写 故意夸大其词 用复杂的中文 说了一遍 结果一看 也没那么复杂 NBA 美国职业篮球赛嘛 CBA 中国职业篮球赛 CCTV就是中央电视台嘛 就央视嘛 不是很简单的是 为什么要用CCTV啊 荒唐的事情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 你这个人较真了 但是我们长远来看 我们今天 加了一百个单词 英文词 到汉语里面 我们的儿子 就加了一千个 我们的孙子 加了一万个 再过一百年 汉语就是一半英语 一半汉语的 这个就是 明摆着的 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 我们看到 隔几天 又一个什么词 加到汉语里来了 而且不是我们 普通老百姓说 中央电视台的人 也这么说 人民日报也这么写 危险啊 同学们 危险 所以我们要 自觉的 如果大家同意 我的观点的话 因为我这个人 怎么说 很冤啊 我老是 做唐吉克德 是这样的事情 我十年前一个人 被人家笑话一通 好 等到这个政策 颁布出来了 也没有我什么事 我不是要为了 这个功能 而是说 我希望我的声音 能够传递出去 如果你们 认同我的观点的话 就帮我一个忙 算帮我一个忙 也不是帮我一个忙 帮汉语一个忙 你们说 我们支持这个政策 我认为 大家有意见要表达 明明你自己认为 这个事情是对的 可是我 因为我自己的本行 是写作 我是汉语文学 创作的 身体力行的 这样一个实践者 我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人 所以我的全部精力 用在写作上 用在思考创作上 这些事情呢 人家说你写个文章 我没有时间写这些文章 大家 如果同意我的观点呢 你们通过你们的方式 对这么好的党的政策 表示支持一下 我这么多年来 头一回让大家支持一个什么政策 这个政策确实好 确实是 但是我很怕就有一些人 尤其是这个 喜欢开玩笑的年轻人 这个政策 就是落后的 传统的 我们不要 把他颠覆掉了 颠覆掉了 那些人就 没办法了 好好的一个政策又毁了 好不容易啊 这个政策办不出来不容易啊 青年朋友们支持一下 理解吗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 我们 我想在座的 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的汉语 几十年以后变得 一半英语 一半汉语 是吧 我们 我们不要讲几十年以后 我们就是讲 今天 我们从小接受的汉语 我们的语文课本 我们读到的汉语的文学书 我们如果 祖先给我们的汉语 都是有一对英文字母在里面 好吗 还是我们现在接受的汉语好 当然是我们现在接受的纯净的汉语好 是吧 这得感谢谁啊 这是天恩祖德啊 不是我们随便就有的 是因为我们一代一代的有识之士啊 像杨县义这样默默无闻的翻译家 他们把德律峰翻成了电话 是他们取得了胜利 不是翻成德律峰的那帮人取得了胜利 要是那帮人取得了胜利的话 整个这个中国的文字到文明进来的时候 很可怕 大家想想看 电话 电视 尤其是电影 都没有啊 如果电影翻成费尔姆 是吧 那我们汉语好听吗 就费尔姆是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就在犯同样的错误 电影就是电影 多好 汉语有一个特点 就用已有的汉字 可以说古往青来所有的事情 无论这个世界将来变化成什么样子 汉语都可以用古老的文字 表达最新鲜的意思 航空母舰翻得多好 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又没有的 又是新的东西 是吧 每一个词翻得都那么妙 而且都那么传神 那么准确 我们是一个有博大胸怀的民族 但恰恰是因为我们有博大的胸怀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 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我们要给世界人民做一个榜样 也就是说各个民族合而不同 千万不要我的侵犯你你的侵犯我 大家合而不同 就好像朋友在一起 朋友在一起不能都变得一样 是吧 各有各的特点 这才是好朋友呢 如果这个世界变得大家都一样了 多么乏味 是吧 所以你们如果是少数民族的同学 我建议大家你们好好地回去学 你们的母语 藏语啊 维语啊 哈萨克语啊 都要尽最大的努力 去保护发扬光大 这样这个世界才更丰富和精彩 汉语啊 绝对不是说你多办几个孔子学院 我们的汉民族的文化就强大了 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 而且呢 我自己 我跟大家 说一个我的生活体验 比如说你们会遇到一些 从国外回来的人 他们跟你们讲话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 哎 这个字 汉语怎么说来着 他这样说的人 凡是这样说的人 都是英文没有学好 凡是英文学好的人 他都不会忘记汉语怎么说 英文就说英文 汉语就说汉语 说到汉语想到英文 说到英文想到汉语 这样的人就没学好 理解吗 所以我们正因为我们要把外文学好 我们讲汉语就是讲汉语 除非我故意的 我今天要讲一首英文诗 我讲英文 今天像鲁迅故意的讲个阿Q 他故意要嗝一点 他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把 真正的字母放到这个汉语当中来 他是为了开玩笑 他是为了损一个人 他借用一下 这个都没问题 这都没问题 但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叙述表达 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一个热爱母语的热爱民族文化 了解民族文化的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写一个便条 打一个逗号 一个句号 每一个字都不要错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叫艾伦金斯堡 你们知道吗 垮掉的一代 Beat Generation 垮掉的一代当中 有一个伟大的诗人 叫艾伦金斯堡 他们一起的兄弟 还有凯罗亚克 写的在路上 我们今后会讲到 艾伦金斯堡 写过一首长诗叫母亲 在一个旧工棚里面 我们现在七九八 就是跟纽约SOHO学的 纽约用那个废弃的旧工厂 变成了一些艺术家的一些车间 当年艾伦金斯堡 差不多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六十年代左右 他就在一个旧工棚里面 和一些诗人朋友 工人们朗诵 他的长诗叫母亲 在这个长诗母亲当中 他就记了一段话 是他的母亲留给他的一张字条 而这是他母亲临终前的一个遗书 他的母亲是个犹太人 共产党员 后来自杀了 临终以前跟他留了一段话 说艾伦 他的名字叫艾伦吗 艾伦金斯堡 艾伦不要吸毒 结婚吧 要是在窗台上 要是在窗台的 要是在窗前的葡萄架下 艾伦不要吸毒 结婚吧 要是在窗台上 在窗前的葡萄架下 艾伦金斯堡就把他妈妈 留下的这张便条 作为母亲 常诗母亲的灵魂的句式 不断地重复演绎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养成一个习惯 说话可以随便 落成文字 尽可能地把它写得精美 漂亮 完整 不要有错误 这是就好像我们对待 我们的空气 我们的水源 我们的河流一样 我们要这样对待 我们的母语 大家都不爱惜它怎么行呢 现在这个网络开始以后 大家要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不要把一些 就是不好的东西 放到语言当中 而且这个网络现在是 我觉得 事在人为 如果大家都 把一些好的东西来分享就好 现在网络不是出现什么 什么奉俭啊 什么的 简直太恐怖了 我觉得你们 应该自觉地抵制它 非常简单 就是不看 不要去 回帖子 就完了 如果大家都热衷这个 大家都在骂 越骂这个 水涨船高 越骂这个人 越开心 那就是完了 这个网络就行 整个这个网络 如果是一条河流的话 就被污染了 这种东西就应该把它扔到一边去 别理它 它就死了 把一些新鲜的水源注入到网络当中 把一些新鲜的语言注入到我们的汉语当中 好 我们今天接下来讲第二个话题 就是这个王家里面矿难的事情 我们自争俱择的来讲 所有的媒体都用被困人员来说 警下的那一百一十五个获救的 这都叫被困人员 但是这个被困人员就有一个说不过去的地方 这些人已经躺到医院里面了 是吧 这个字幕也是打着 记者也说 这些被困人员 现在身体恢复的什么 他怎么叫被困人员呢 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了 怎么叫被困人员 就没有翻译好 没有把这个描述好 我只是在一个抢险队的队长 对不起 我都没有记得他的名字 我应该记得他的名字 那他随口说了一句 他说这些遇险人员 我认为遇险人员翻的 不是翻的 描述的好 讲的贴切 应该说遇险人员 是吧 什么叫被困呢 而且汉语当中被困人员 像是从英语译过来 遇险 这是主 叫什么 卫语和兵语的结构 遇险人员好听呢 还是被困人员好听 就像我原来认识一个摇滚青年 他一进来说 这几天我一直被感冒困扰着 我说你连汉语都不会讲 你还唱摇滚 我一直被感冒困扰着 我说你感冒就感冒了 什么叫被感冒困扰着 这是 遇险人员 所以这个里面啊 我们作为学文学的人啊 我们谈的是文学啊 我们作为学文学的人啊 我们就是要 要文学子 要抠字眼 要让汉语 让我们感觉到用一个四川话的方言讲 叫安逸 你们有四川人吗 安逸 安逸 哎呀 这个讲的标准 这个标准叫安逸是吧 好安逸 就很安逸 这个安逸 这个词没有翻成普通话 这是不对的 应该翻成普通话 就很安逸啊 就是说 我理解这个安逸啊 就是 心 耳 口 都很舒服 嘴巴讲的舒服 耳朵听的悦耳 心里面听的 很舒服 很舒心 这才叫安逸 就是好的汉语 听起来就是安逸 而且每一个人 心里面都有一杆秤 一把尺子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长着中国人的心 口 耳 我们听到的语言 我们说舒服 它就是舒服 我们觉得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 所有的汉民族的人 使用汉语做母语的人 一定有这种共识 有这种共识 我们听的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上》 如果这个谁听的 这个汉语不舒服 他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有这种民族文化养大的人 他都会觉得 这是好的语言